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聊火星男孩玻里斯卡 前面几期节目我们讲了关于火星男孩的故事 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2010年12日,根据俄罗斯真理报报道 2006年美国和欧洲发射火星探测器 先后登上了火星 满怀希望的人们燃起了在火星上寻找生命痕迹的热情 正在此时,一个8岁的俄罗斯小男孩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他自称来自火星,前身是一名火星的商人 转世后来到地球上,他在出生15天以后就能抬头 4个月的时候就会说话 6个月大的时候,突然说出了一句完整的句子 这句话就是,我想要钉子 他妈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果然看到了墙上有一颗钉子 到了两岁的时候,波里斯卡就可以读书看报和画画 父母从未教过他天文知识 而波里斯卡经常会安静的双腿盘坐 讲述太阳系火星和遥远的外星文明的故事 火星男孩在2010年接受访问以后,就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直到2018年的下半年,五位UFO研究人员在俄罗斯见到了火星男孩 他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 研究人员询问火星男孩 关于火星上的环境,人文,社会结构之类的趣闻 火星男孩回答说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 在转身到地球前,曾经跟轮回管理者有个契约 他只有2%的记忆是允许携带的 而这2%火星记忆也会在10岁之前全部抹去 有时我在梦境中回忆起以前的事情,醒来以后我会马上记录下来 才有今天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 火星自转周期一天等于24小时37分23秒 而地球自转一天是23小时56分4秒 两者相差无疑 所以地球和火星在微信方面有很多相似处 在火星上也是18岁成年 不同的是我们在30到35岁年龄之间时就停止衰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火星人数量变得越来越多 为了争夺更好的物质享受,火星上发生了战争 战争也使得火星的空气环境变得恶劣 在远古时代火星地表上是有人类居住的 但现在火星居民不得不生活在地下城里 波利斯卡说在火星上发生战争的时候 当时他只有15岁 他的任务就是来到地球上 和远古的地球人进行贸易往来 他独自一个人驾驶着飞船来到地球上 降落在一个叫雷姆利亚的大陆上 那是印度洋上的一片大陆 雷姆利亚大陆是远古地球上科技最发达的地方 当时的雷姆利亚人身高有9米 有点像你们所说的巨人族 而我们火星人身高比较矮 大概是7米左右 有一天地球上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雷姆利亚大陆被洪水所吞没 沉入到海底 当时他在地球上有一个好朋友 也在这场灾难中被巨石砸中去世了 研究人员询问火星男孩 为什么人类之前的探测器 无法在火星上正常登陆呢 布里斯卡说 这是因为这些探测器上带有有害辐射 这些有害辐射被火星人检测了出来 提前摧毁了这些探测器 就像前苏联的福布斯一号 福布斯二号火星探测器 都带有有害的辐射 他们都坠毁了 布里斯卡拿出一支粉笔 在黑板上画出了一个圆形的物体 说我们的飞船飞得很快 几乎刚刚起飞就能够降落在地球上 太空飞船从火星起飞 到登陆地球几乎在瞬间完成 我们的飞船有6层组成 最外层占整个飞船的25% 有高强度的金属制程 第二层30% 有类似于你们橡胶的材料组成的 第三层也占30% 也是金属制程的 第四层和第五层他已经不记得了 最内部的一层占整个飞船的4% 有特殊的磁性材料制成的 他们为这层磁性材料充满能量以后 飞船能够飞到宇宙的任何地方 研究人员询问布里斯卡 如何看待外界对他的质疑 有什么证据或理由 证明你所说的是正确的事实 布里斯卡说 这正是人类的愚昧 总是认为看到的才是真理 而看不到的全是谎言 当地球上的一切灾难发生前 你们并不相信它会发生 但它的确是发生了 其实我们火星人一直是关注你们的 我们通过地球上的传领者 给你们带来信息 其中许多都是我们带给你们的礼物 这礼物包括爱 其中也有很多的知识 像麦田怪圈 99%都是我们留下来的 那里边有很多高深的知识 一些高智商的人将会破译他们 然而你们当中有一些人 却无视我们的存在 还认为那些研究我们的人有病 你们并不知道 并未能理解到爱的伟大意义 你们在物质文明上 比起以前似乎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但是你们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 如此下去你们文明将会毁灭 地球上许多的人认为核武器是最大的危险 其实不是 最大的危险是拜金主义 你们已经知道 为什么地球上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不断出现 你们该停下来思考你们的所作所为 如果地球的环境再造不坏 地球将毁灭你们 你们人类最大的敌人是彼此之间 完全缺乏互相的关爱与了解 火星在我们认识中其实不是一个星球 是N格不同空间维度与时间场的立体构造集合 还包括不同的横向与纵向的空间 火星是由一个长老群管理制的社会 长老体系是一个核心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长老呢 长老并不是武力最强的人或者最有才业的人 而是用道德来衡量一个人是否适合做长老的 良好的道德就是无私的付出 谁能更大无私的付出 为了别人为了社会 谁就是长老 火星社会是靠技术升级来维持生存体系的 而技术升级是需要道德相互支撑 也就是无偿为别人为社会付出 才能够享受这所有的一切 彼此之间也是通过互相帮助 劳动多少得到多少 这也是大部分宇宙生存维持的法则 以上的内容并不是科普 大家可以当做一个故事听听就可以了 我们不难发现 不管是火星男孩 还是来自精兴的女人 或是穿越者KFK等等 这些自称来自外星文明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告诉我们人类 不要有拜金主义 不要过多的追求物质 而更应该提升自己的品德和精神文明 作为一个对别人对社会有爱的人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一鸣 我们下期再见